3D 裂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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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要來介紹 Modify 裡面的這個 Share 工具 Share 工具主要是在做 抽殼及挖空造型 使用的 通常會來做一些 像是盆栽挖殼 或者是說我想要裝一些東西的時候 盒子的時候 我就會使用到這個功能 我們點一下 Share 使用最左邊這個 立方體來做一個示範 點完之後 他會問你現在要 點在哪一個平面上 來做抽殼的動作 我會選在這個 上面 馬上就可以做一個挖空 指定出來 看到沒有 非常的方便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箭頭 白色箭頭你可以 手動的去調整 這個殼子的厚度 厚度 那你也可以在哪裡 在下面這邊 直接用輸入的方式 那它的單位是MM 你可以輸入 可能我要5MM的厚度 你就輸入5MM OK 那原本的話就是2MM 或者是1MM 就看你的一個需要 那這邊的話有一個這個 選項是可以操作的 像預設的值都是往內漲 殼的厚度是往內的 往內的 但你可以透過這邊的調整 你可以往外 往外漲 它也可以呢 像這個 這比較特別一點 是兩者 你可以往內漲 1MM 然後往外漲 2MM 然後是往內 5MM 它可以調整 兩邊的這個 同時的調整 那通常比較慣用的 其實還是這個 往內漲比較多 那你可以根據你的需要 來做這些互換 好 那好的重點就是 在空白這樣點一下 或按一下Enter 它就完成了 完成 OK 好 那完成之後呢 我們來看看中間這個 因為這個比較特別一點 它的形狀上 就有點不太一樣了 有沒有 它是有這個弧度的 那弧度的可以用嗎 來我們來試試看 像一般我們抽殼 通常是抽平面的 所以你看它 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你針對 曲面的時候 來做抽殼的話 問題就大了 來我們點一下 我們針對側面 你看它就像 變成像這樣的造型 它在造型上 就會有一點 錯亂 有點錯亂 OK OK 所以像這種 曲面的部分呢 做抽殼呢 通常是不建議的 因為它的 幾乎都是 會錯亂的 OK 我還原回來 好 然後 我們這個就做正常的抽殼吧 好那我這邊抽 然後就使用 然後就使用 E&M OK 它的厚度是 好那有時候 有一些特殊的需要 例如說 沒錯 這個抽殼是平均 幫我們都抽了 E&M 可是我的底啊 有時候我的底需要厚一點 可能我要裝了一些東西 邊緣的這個薄一點 當然沒關係 可是我底厚一點 好像感覺比較堅固 比較扎實一點 可是它都幫我抽 1&m 所以底部也是1&m 那怎麼辦呢 這時候沒有關係 這時候我們就用 我們之前教的 我們單選 面 單選這個面 然後呢 使用面的編輯裡面的這個 推 把它推起來 它就可以單獨的去設定 這個底部的厚度 看到沒有 所以說 如果我的邊緣是1&m 那我這個厚度的話 要2&m 所以我這邊推的話 我這邊就推多少 就推 1&m OK 那抽完的殼的這個造型呢 它的邊緣的薄殼呢 就是1&m的厚度 那底部呢 想要堅固一點 它就是2&m的厚度 好 那這個就是一個抽殼的一個 小技巧的一個運用 接著 好 那這個的話還有平面 那這個球體完全沒平面 那我要怎麼做抽殼呢 這個就沒有辦法了 抽殼一定是要完全平面的 才能做抽殼 可是我想要做一個圓的這個瓶子啊 對那你就變成說 我們要先使用 modify裡面的這個 切割工具 把它上次我們教的這個切工具 先把它切一個平面出來 你才有辦法做抽殼 OK 好那我們先畫一條直線 因為我們使用切割都必須要有線段 那線當然也是用直線 不能用曲線來畫 好 畫完這個直線之後呢 把這直線往上提 往上提 往上提了之後呢 就切在你想要的地方 如果說可能要切在這裡 就是在這裡 OK 然後我們要記得喔 就是這個線段的預設值在做切割的時候 都是切垂直的喔 所以我們要把它轉一下喔 轉成水平的 轉90度 讓它切 切水平的 好 轉90度之後呢 按下Enter 空白這樣點一下 接著我們到這邊 使用這個所謂的Solid 切割 好 選擇我們的球 選擇我們的參考線 剛剛建立的 好 再幫我們切一個水平的一個平面出來 按下Enter OK 那我們把這個蓋子就可以拿掉了 上面切個起來的小蓋子拿掉 那是不是我們就有一個平面呢 好 那有平面的狀態下呢 我們就可以 喔 對它做Share的這個功能 好 那你看 是不是 它就可以對語言來做抽殼的動作 所以就算是語言 你只要對它把平面呢 做一個切割 建立之後呢 它一樣是可以做抽殼的動作 一樣是可以做抽殼的動作 好 那你就可以去裝一些 想要裝的東西 或是你想要做的一個設計 好 那我們這個Share功能很簡單 就今天到這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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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